这个季度的国会下议院会议已经进入了倒数最后两个星期了 那随着沙拉越周选将近 为沙巴和沙拉越争取更多的权益 要恢复沙沙两州地位 这种种的论调 相信很快又会被炒热了 那今天有一项来自沙巴民同党UPCO 抖亚兰国会议员马迪乌斯向政府的提问 就得到了媒体的重点关注 马迪乌斯指出占地大约40%的马来亚联邦 被称为马来半岛 但是沙巴和沙拉越可是占了马来西亚国土面积的整整60% 因此他就建议政府要将这东马两个州属 重新命名为马来西亚大陆 然而针对这项来自东马议员的建议 掌管沙巴及沙拉越事务的首相署副部长哈尼法 他今天在国会上回应 没有必要把沙巴和沙拉越改称为马来西亚大陆 因为这没有任何意义 不过针对副部长的回应 向政府做出提问的沙巴民同党国会议员马迪乌斯 在接受八点自热报的访问时就反驳 他说把沙巴和沙拉越改称为马来西亚大陆 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因为在他看来很多的西马半岛人 甚至是一些国家政策的决策者 都有自以为只有西马才是马来西亚的错误观念 结果长期下来沙巴和沙拉越两周 在各种的发展拨款甚至是国家认知上 都被边缘化被忽略了 但是他强调沙巴和沙拉越 才是真正的马来西亚大陆 所以有必要给这两个州属证明 并且从改名字去纠正国人的观念 让东马两周在未来得到更多的关注 和更公平的发展 把沙巴和沙拉越改名统称为马来西亚大陆 没有这个必要 掌管沙巴及沙拉越事务的首相属副部长哈尼法 今天在国会表示 重新命名没有任何意义 只是方便参考也不会增加或者取消 富裕沙巴和沙拉越的特权 然而对于副部长给予的回复 沙巴民同党董亚兰国会员马迪乌斯 在受访时表示 他非常不满意 因为副部长连考虑都不考虑 就直接说不会接纳这项建议 但他强调他不会放弃 会继续在国会推动 把东马两周改称为马来西亚大陆的建议 所以我没有满意 但我不会停止 不过改革命真的这么重要吗 为什么建议把沙巴沙拉越改称为马来西亚大陆 这用意是什么 又有什么意义 来自沙巴的马迪乌斯解释 他之所以会提出这样的建议 是因为要把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观给纠正过来 他以自己的成长故事说道 那很多的西马人 以为只有西马半岛才是马来西亚 东马不属于马来西亚 马迪乌斯说 其实很多坐在布城的国家领袖和决策者 也有这种只有西马才是马来西亚的错误观念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在国家财政预算拨款时 就出现了极大的偏差 那明明沙巴沙拉越占了马来西亚60%的土地 是马来西亚大陆需要在基础建设上 给予较多的拨款 但却偏偏只得到像是玻璃式或者马六甲 这种小面积周暑的拨款 所以他就认为不要小看改名字 那从改名让大家认清沙巴和沙拉越 才是马来西亚大陆 这很重要 例如这些预算的预算 预算预算预算是沙巴和沙拉越只有9%的 整个人 但是我们是60%的土地 当你做的楼和车和电力 有很多用户的预算 你需要预算预算 但是他们认为沙拉越和沙拉越是沙拉越 沙拉越的沙拉越 我们没有位置的位置 我们是个位置的特别 我们是个位置的沙拉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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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个位置的沙拉越南